大家好 我是楊潔寧 歡迎回到新惠樓藝術獎堂的直播現場 那這個是音樂線上的節目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貝多芬的最後五首鋼琴奏音曲 那今年2020年是貝多芬誕成250週年 那所以為了紀念這樣子的一個日子呢 我也打算要用現場演出的方式來幫大家演奏這五首最後的鋼琴奏音曲 那因為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相當的嚴重 所以其實世界各地很多的音樂活動呢 也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像我自己的音樂會呢 是從四月份現在就延期了 那六月七號會有一場在台南夢想田的演出 那這個音樂會呢也歡迎大家上年代售票系統購票來聽 然後在六月中下旬的時候 會在台北國家演奏廳再有一場 跟大家現場的分享這些奏音曲 好那今天我在這個OP109的介紹之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今天的主題我把它定名為 簡單就是王道 因為其實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的OP106 這首叫做Hammerklavier的這個曲子呢 可以說是貝多芬已經窮盡他的力氣了 在這個鋼琴奏音曲上面做了極端的嘗試 所以他不管是在長度是最長的奏音曲 然後難度也是非常高的速度也很快 然後更不要說整個支度的複雜 調性的轉換都是呈現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感覺 在這首曲子之後其實貝多芬他自己也說 他寫了一個很偉大很偉大的作品 可是在這之後他卻有好幾年的時間 就是不想再做鋼琴奏音曲 因為對他來說好像他已經把這個形式 都發展完全了這樣子 那在1820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跟他合作很久的出版商 俄國的出版商Space 就在跟他邀港 那因為出版商呢是想要跟貝多芬講說 你可以寫一些適合大奏來演奏的曲子 就是貝多芬這個時候他在創作的是 就是像第九號交響曲啊 合唱交響曲這樣子大型的作品 所以Shlesinger就跟他說 我希望你給我創作一些適合一般大眾 就是比較平易進人的一些作品 然後貝多芬就主動跟他提說 我現在正在構思一套三首的鋼琴奏音曲 所以他又決定了要把這個曲式再拿出來使用 那很可能貝多芬其實在內心裡面稍微有一些想法 對他來說 鋼琴奏音曲這個曲種 他從年輕十幾歲寫到最後這個人生的階段 他已經是把他這個曲式已經寫到文化爛舌的時候呢 他其實不斷的在想到如何再能破壞自己 那在這首OP109裡面 其實我們倒是很令人驚訝的看到 他回歸到了一個非常單純的狀態 我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如果有一些朋友 你們想要開始認識貝多芬的最後五首鋼琴奏音曲的時候 不妨從這首OP109開始 他的難度不會太難 長度也相對的比較短 尤其他的第一樂章其實是相當精簡的一首作品 一首堆的大人 你的歌曲 有一首歌 一首歌 八首歌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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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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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